各位朋友们好 这个大三哥啊 又打电话过来了 他说到28号开业 他的扣又抢 然后呢 问我光哥 二胖的 连续电话 但是呢 他说之前二胖的微信变了 哎呀 叫二胖去啊 肯定是好事 对不对 但是呢 你叫二胖去的话呢 他的徒弟又不知道去不去 大家知道二胖的徒弟是谁吗 有电话没啊 有电话没啊 说我一号过来 二十六号过来 二十六号过来 过来二十七号马上 那你搞的节目啊 靠鸡啊 靠什么 来你试试啊 如果有了 我问他啊 有没有空 可能来不来 来的话 这样 叫一下他 因为他 你私信交给他 大三哥 私信交给他 就行了 你看 他们说二十六号就过去了 二十六号过去那里 这么早 二十六号过去那里 二十八号就要走了吗 哎呀我觉得我还是二十八号才过去 大家说是不是 你们说了 多少号去 这次去看能不能拍五十个视频 应该也拍不了那么多 反正尽量吧 我去鸭头哥那里也拍了好多之前 哎这个东西拍视频的东西 能拍多肯定好 是不是 这就是叫机遇 你有这方面的机遇 这方面的机会 就要抓住 不要在乎人家怎么说你 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怎么看待 自己挣到钱了 自己的荷包 鼓鼓的 那你才是最棒的 喵喵 过来 就像我们现在这个 不管是黑猫白猫 上来 不管是黑猫白猫 抓到老鼠 那就是好猫 朋友们说有没有道理 一不偷 这二不抢 三不嫖 就四不堵 对得起父母 对得起孩子 再苦不能苦 父母再穷不能恐 孩子 是不是 那就是最棒了 哪有人做得到 我相信屏幕前的很少人能做得到 只有光老师我做得到 很少人能做得到 也不代表说没人做得到 相信也会有人做得到 以光老师的为人 我告诉你 在这里三圈六洞 是吧 光老师说一就是一说 二就无二说 所以啊 我光老师来说 我做人是没得说的 我的人品也是耿耿的 好多人就不懂这一点 一直一说看到我去的 哦光头又有五六十个视频拍了 又怎么样了 我肯定要拍几十个视频的哦 对不对 你看之前拍一个 现在一个 我都拍了两个了 对啊 那你拍几十个视频 我就尽量吧 反正 是吧 那你 这个东西你不抓住机会 就像娶老婆一样 啊 你不抓住机会 你就挂工了 你就单身汉了 就没人喜欢了 啊 是不是 有一盆肌肉在那里 你都不偷吃的话 人家就吃了 人家就饱饱了 就肚子 你不吃的话 你就饿了 是吧 有女朋友的话呢 人家找找 人家 很多这个 都是 啊 一结婚的时候 人家一家三口了 啊 你的话就老老实实的 人家会跟你 单身的就有 对不对 啊 好吧 拜拜 朋友们 再见 光哥的经验呢 就是这样 啊 肯定要 先要 自己口袋 有了 才算是有 拜拜了 朋友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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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